《金森业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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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森业茂生机勃勃 提真一点才发现 原来这棵生得奇形怪状的雪 包围着青砖生长 这裏是位于 景田水美村的树屋 《金森业茂茂》 《金森业茂》 小时候那棵树很小 没有现在这么大 以前没有那么大 就很清楚看到那个环境 一开始就入口 入到这个就是门口 那门口位这裏有块石是什么 这个就是堂门 堂门一进去 这个就是厅 厅之中另一个门口 里面又有三个房 为什么这里有一个小窗呢 那个房间可以看到这个厅 邓和平提到的烫笼门 是由木框组成的门 中间加了几条圆柱 形成了一道防渡门 而外墙所用的青砖设计 原来也有巧妙之处 在香港这个地方 绝大部分的房屋 民房 其实都是用一些土墙 另外也有一些富户的人家 去运用青砖来建筑 其中间有一个真空位置 这些都是为了能够做到冬暖夏凉的一个感觉 这间树屋并没有确实的文字历史记载 主要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历史 和后期研究了解它的故事 日本的本地史研究都相信 树屋应该在千界前 即是顺致18年前已经建成 千界就是在青砖 对沿海地区有很严重影响的政策 因为当时有南明的势力 在台湾在沿海进行反清 所以当时就下令沿海 有一个叫做千界的政策 朝廷下了这个命令 就去每一个村落 看一看那里有没有居民 还躲藏在那里 所以当他们巡视了一条村之后 他们就会放火 就是烧了整条村 那些居民就不能够回来 邓家就相信 当年树屋也都曾经被烧过 但不至于完全破坏 到康熙八年 政府允许部分剪戒 即是容许百姓回迁 但树屋的原主人 并没有再回来 相信当时也是一个 只剩下围墙的一个位置 后来因为荒废期间 没有人去打理这个地方 所以在它旁边的一些树木 它的树根就和这些围墙的围墙 连结了起 今天我们再讲千届历史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流于口耳相传 而比较难找到一些文物和古迹 所以这是现在在香港 我们相信仅有可以反映到 千届对这里影响的一个实质文物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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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